亞洲投顧的吳越展分析師 老師午安 嗯 那麼 最近午安 大家午安 好 要請教老師喔 看到說呢 在昨天晚上 回答再創新天下 那麼可以看到說 帶動在科技股的部分走高 那麼還有呢 就是在昨天 因為這個美國的失業 因為說這個就業的這個數據 可以看到說是比較低迷一些的 創下兩年多來的新低 那麼當然呢 對於現在這個通膨的疑慮 暫時緩解 對於說在這個美代殖利率下滑呢 也是使得在美股 昨天中場市呈現收紅 台股今天開高之後 反而在盤中漲幅有一些收斂 看得出來貴买表現相對強 不過今天量能呢 估量不到3000億元 好像有一些量縮的情況喔 那麼先就盤勢而言 老師怎麼來看待現階段的 這個盤勢以及架構呢 我們先從那個回答先講起好了 回答在8月24號其實就已經創高 但是那一天收一根超長黑K嘛 就連帶著你說包含台灣的AI的個股 好像也說開高走低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但是經過兩天的整理 其實昨天喔 欸昨天又在創收盤在創新高 在這種狀況其實我們可以注意到 這幾天如果量能的角度來看的話 基本上從8月18或者8月21之後 其實我覺得回答他有一個持續量增 持續量增上漲的一個狀況 這個地方我覺得會是一個重要的訊號 因為我們講量先架行嘛 那他在這種狀況既然是量增 然後持續有架漲的動作 那我覺得他未來偏多思考的角度倒是有的 而且今天應該說以昨天晚上的收盤來看的話 其實也突破了前波整理平台的高點的位置 所以看起來回答有沒有細雷 欸我覺得好像還是有 這個地方請大家注意一下 然後再來從壓全指數的部分 今天當然是跳空又站上了月線 那之前我們之前的連線一直提醒大家嘛 說五日線十線有機會做一個黃金交叉 那現在確實五日線十線是一個黃金交叉 今天又順勢在跳空再站上到月線之上 但是我們先注意一下 月線目前扣底的位置是在8月2號 其實有相對還是在一個相對高檔的位置 所以我認為你說接下來會直接急攻嗎 我覺得機率倒是不高 因為未來可能大概還有六天左右的時間 五到六天左右的時間 大概月線還是會持續扣底在高檔的位置 然後接下來進入到低檔的話 那換句話講我們用白話我們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說基本上在這個地方稍微做個整理 大約一週左右的時間 那我們有機會迎接來的是月線的翻揚向上 那如果在月線翻揚向上 五日線十四線也做一個黃金交叉向上的狀況 其實短線的行情我覺得會相對的更加穩固 這是一個目前對加圈指數的一個看法 然後再來從貴買的角度 今天很明顯 確實就是貴買真的就是比較強 但其實今天貴買開盤其實開一個小高 那個我們剛剛講加圈指數開高就直接上了月線 但是貴買其實沒有開一個小高之後 反而是一路攻一路攻 然後攻上了月線之上 到目前來看 他也是維持一個強勢 目前還是收最高的一個格局 所以看起來這個地方確實是也還算是強勁 那再來以貴買指數來看的話 這一波差下來到204.38 大概8月14號那個位置 就反彈見了一個高點在8月18號 這個高點是211.17 那今天其實就是站上了 所以這個就是等於是如果底部把它看成一個WD 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今天確實就是一個突破了WD的頸線的位置 這個也是一個重要的一個短線的形態 然後再來從台幣的角度來看 台幣現在就比較尷尬了 在月線這邊要跌破又不跌破 要持續一路都守著月線 所以到底能不能那個翻轉 這是一個點 然後再來月線的翻 就是那個匯率的翻轉 就是匯率轉升值的話 其實當然對台股會是好處 因為這可能那個外資的動態等等的 然後這部分可能會有利台股 但是OK剛剛也提到了 包含美國的那個失業率的狀況 其實近期 這昨天的狀況也是挺有趣的 就是經濟數據不好 結果反而美股受到激勵大早 所以看起來現在你的那個貨幣政策 還是影響到市場的走向 不過客觀來講 我會覺得接下來 美股 從美股的角度我們也大概聊一下 就美股的各大指數 我覺得近期在拉回之後 也有足一個小短底的一個形態 所以這個地方你說 美股如果維持一個強勢的格局 有沒有機會順勢帶動台股的加權指數 我覺得確實是有這個機會 那當然之前我們一直在注意的半年線的位置 那今天這樣的一條風上來 好像又相對又比較 好像又比較安全一點的 這個地方我覺得持續關注 不過當然就像我們一開始講的 這一週接下來的一週 稍微做個整理的格局 可能是一個比較有可能的一個狀況 那在當中當然就可以開始尋找一些個股 哪些個股可以做一些進場的操作 這部分從大盤的角度 先給大家一部分的那個分析做一個參考 好這個是在今天盤勢上的觀察 當然想到揮答 可以看到說今天在揮答概念股也都很強 國劇啊旺系啊等等的表現都很不錯 不過這個可以看到說 現在這個市場也說 現在要留意這個三大隱憂 這個部分老師怎麼看待今天這個消息 其實我覺得 目前啊 因為我們還是回到操作的格局來思考了 因為我覺得隨時隨地 因為我們覺得一般投資人大家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任何一個時間點都是會有多有空的訊息 但是你回到操作上面咧 通常我們都會發覺 譬如說假設我們去演講或上課等等的 都會問說 大家覺得現在經濟狀況好不好 大家每個人都會舉手嗎都不好 其實講這麼久以來 我好像每次問這個問題 好像都沒有聽到說現在經濟狀況很好 第一個是這樣 所以通常投資人會遇到一個狀況是什麼 就是你心裡先有一個主觀的認定之後 然後再來找相關的消息去證明你的認知到底正不正確 或者是應該是不能講說正不正確 應該說再去找相關的訊息來證明你的看法是正確的 以這種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往往就是我們心理學上講的叫做選擇性注意啊 就是你其實是已經射箭了 然後再來想辦法畫拔 但是在這種角度來看的話 我個人會比較傾向用什麼 譬如說股價嘛 因為價格會說話 因為價格是真金白銀堆砌出來的 對不對 那誰會去真的一路買上去 假設像今天我們看到 像3661的四星KY 他在前一波8月24號創高之後連續兩天拉回 但是看起來其實守住無日線喔 所以這幾天我們在自己的頻道上來講 3661的時候 我說其實他還是維持一個偏強勢的格局 但是你看在我們講話的過程中間 他又再創一個波段的新高了 那誰會買 我問你誰會買嗎 對不對 你意思說AI有問題等等的 但是問題是四星KY就在創新高啊 他的營收的狀況 他整個公司的Focus好不好就是好啊 所以這個狀況我覺得還是回到價格來做一個判斷 我覺得會相對比較穩健一點 然後再來從AI的族群裡面 當然大家可能會比較關心的像2382 對不對的廣達 廣達在這一波之前我們也跟大家講了一些重要的價位嘛 那個價位其實在8月28號 當天收盤就剛好收在238號 就是我們跟大家講的價位的位置 但是你看連續兩天好像也守住了 所以238能持續守住的話 你說他有沒有機會再繼續上公類 我個人覺得還是有喔 因為目前的狀況 基本上他是守住月限 而且上方的套牢賣壓相對的沒有這麼沉重 而且另外還有一個點 就是包含廣達、微創等等的 其實那個近期這幾天 我覺得發覺他們的成交量 其實都是持續的一個量縮 那過往其實有很多的當沖課 甚至上上禮拜好像看一個新聞 說什麼大學生進場去當沖 結果把一年的學費生活費都賠光了 所以說沒辦法讀書了這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第一個 當沖其實第一個勝率不高 所以不建議大家年輕朋友 去做這個比較高風險的操作 然後再來是說 以他們的那個整個量能都持續萎縮的狀況 因為我覺得整個當沖課 是不是在整個氣氛上面 被修理久了 然後慢慢就消退了 但是當當沖課退場的時候 是不是有可能反而就是行情的出現 這個地方我覺得可能往這個角度去思考 但是當然齁 其他相對比較強勢的個股 我覺得像是2376的技霞 像前面他當然也是跟著大家在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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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對不對 但是OK 以目前的狀況我覺得大概352的位置 好 這個位置大概目前也是在今天的五日線 好像這個位間能夠持續守住的話 看起來他好像是整理末段之後有一個突破 好 所以如果突破之後拉回還是能夠守住352的話 那我覺得有沒有機會上工呢 看起來是有的 我們以形態上來講確實是這樣 然後再來包含像什麼 像CCL的部分 其實台光電還是維持一個強勢的格局 雖然漲上來之後 前幾天看起來有點像是跌破月線 但是他的走勢格局 我覺得比較像是高檔的震盪嘛 那這一波跌破月線之後 今天看起來也是向上拉回 早飯還有站回到月線 不過當然現在是稍微跌破 但是你看包含同族群的6213的連貌 連貌現在是非常強勢的 直接屬在漲停的一個位置 那相對於連貌 之前的高點7月27號 當天的高點90.4元的話 今天是帶量突破然後收漲停 所以看起來就是維持一個強勢的格局 那這些也都是所謂伺服器相關的個股嘛 當然包含像我們的那個老朋友3693 昨天傳出來消息說7月的字節 EPS3.75元 我應該沒有記錯 大概是這個數字 所以這個數字非常驚人嘛 那你說都傳出好消息的話 那有沒有可能這一波 那更正一下7月字節是3.5元 那在收到這個訊息的話 今天早上也是開出來一字 一字鎖漲停嘛 一口價到目前都還沒有漲停 都還沒有打開 所以看起來相關的個股 好像今天也收到銀棒的激勵也表現還不錯 所以你說AI的族群啊 在接下來有沒有機會我個人看起來 我認為還是偏強勢的格局是有的 但是就記得 這錢會比較震盪是什麼 就是因為當充客進來 整個籌碼相對的比較混亂 然後那近期如果真的當充客 稍微退燒了之後 能不能夠回頭再去找相關的個股 然後或者是找一些比較好的買點 去做一個進場的動作 這部分對AI 我倒是抱持這樣的看法給大家參考 好 這是在AI族群的部分 那麼今天其實在這個蘋果 也正式發出了這個秋季的發表會邀請函 9月13號凌晨1點要舉行 所以市場當然也相當看好在瓶蓋股的部分 包括像是台積電啊 大力光啊 華通啊還有Type C族群 包括創委委權店這邊 老師又怎麼看待呢 其實最近真的確實是像剛剛提到的 委權店真的是還是非常強勢 其實昨天我們就注意到 昨天的狀況其實就是一個高檔的一個整理 整理完之後做一個突破 然後昨天就直接拉一根漲停板 然後今天就順勢開口 又再送你一根漲停 所以確實是維持強勢 但是OK 以他的狀況啊 他目前的狀況其實成交量是來到五萬五千多張 所以我就提醒大家 我們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到底他的量能會不會稍微太大了一點 因為他的換手率目前是來到31.28% 以他的股本 股本來看的話 他的股本現在是多少 17.8億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換手率太高的話是不是適時要做一個調節 那現在來到30% 如果明天 他今天的這個漲停價位無法守住的話 73.3 無法守住的話 其實可以做部分的調節 這部分是先給大家做個參考 然後再來我們從Type-C的部分 當然過去講Type-C的話 都是6104的創委是大家比較會提及的 那過去也是投信的愛股 但這一波跌下來之後 回到這邊的位置 第一個來到季線的壓力 今天挑戰季線上不去之後 又收黑K 目前又下來 所以這個地方往前推的話 還有一大波的一些整理的套牢的賣壓 所以像這種狀況來到這裡 是不是要順勢做一個調節 我個人會建議 如果以創圍的角度來看的話 基本上今天的位置適合做一個調節的動作 然後再來包含5269的翔碩 今天其實也是一樣 挑戰到季線之後 看起來也是沒有過去 然後目前是收一個小黑 是一個亮縮的一個狀況 所以來到一些重要的壓力區 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不能一鼓作氣的話 可以適時的做一個調節 如果能夠順勢再站回 那當然就可以去買 那講到同樣的一個走勢的狀況 其實我們可以注意一下 像3443的創意 創意在8月24號 當天也是挑戰到季線的位置 上不去之後就下來 跌了兩天 但是你看昨天開始又轉強了 繼續上工了 所以像這種狀況 你遇到前波的重要的壓力 譬如說季線等等的壓力的時候 你適時的做一個調節 拉回來 你都還可以找機會再做一個承接 所以像短期 特別搭配我們一開始跟大家講 說整個大盤的一個狀況的話 假設我們預期未來的一週 可能也會做一個比較震盪的動作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大家在操作上面 就可以運用這樣的一個思維 就長上去遇到壓力區 適時的做一個調節 但是OK 也許你抵單可以抱著 然後接下來疊下來的時候 你再找機會去做一個介入 像這種地方來回操作的話 其實就可以把整個獲利的空間稍微拉開 這個我相信也是散戶比較擅長的 就是說低買高賣 但是OK 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抵單還是要保留 這在操作上面大概從這邊可以延伸一些策略 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 再來也要請教一下老師 看到說今天在族群的表現 PA的這個表現很不錯 25的全新也直接攻上漲平板 老師怎麼看的 其實在PA的族群 今天當然全新還是一馬當先非常強 所以今天他也是跳空開高之後就往上拉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走勢的格局 跟剛剛提到偉權店 有點像 在漲上來之後一個高漲的橫盤 這個橫盤也是來將近三個月左右的位置 結果昨天 昨天算是出量了 昨天算是出量 然後大漲 但是OK 今天再一個跳空開高再往上大漲 但是以這個狀況 其實當然今天跳空開高 如果第一時間有看到的話 你說你要進場倒是沒有問題 因為這就是突破整理平台的一個位階 但是實際上從當日走勢來看的話 那個瞬間要馬上做決定 我怕 我認為是 恐怕是不容易 然後再來以洪捷科的角度來看的話 可能還比較有機會 因為他目前還在一個區間的整理的一個範圍之內 但是今天等於是 但回到那個季線之上 然後季線也都是持續向上走的 所以目前維持一個多頭走勢的格局 倒是沒有問題 但是相對應來看的話 3105的穩帽 雖然在PA裡面 他是龍頭 但他整個走勢就對於 相對於剛剛講的洪捷科跟全新 這個比較起來 看起來穩帽是相對的相對疲軟一些 這個地方我覺得比較明確的狀況大概是這樣 但是跌到這裡有沒有機會 也做一個打底的動作 看起來確實也有這個可能 所以他現在是五日線十日線做一個黃金交叉 上方再有一個月線的壓力的位置 所以OK 這三檔的個股 我們跟大家整個再做個小結論 就第一個 全新目前 早上開高走高又拉一根漲停的話 你明後天如果真的要去追 那第一個他要守住 今天的漲停價位147 這個價位如果能守住的話 維持續牆我覺得倒是有可能 但是因為漲多了 難免震盪會大 就要注意一下震盪的風險 然後相對於洪捷科的話 目前今天是剛好第一天 站回到季線之上 那接下來往上去挑戰前波高點 8月7號103的位置 因為在上來還有一個百元關卡 然後再往前 就是那個7月12號的104.5的位置 所以大家稍微看一下上方的壓力區 再來包含穩帽 穩帽接下來如果 往上反彈的話 那第一個 月線的壓力能不能突破 如果月線能突破的話 也許再往上看 整理區那個壓力的位置 可能在148附近 所以這個PA族群的操作策略 可以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 這個呢 是在這個PA的族群 今天還要來看一下說 在這個場面上其實剛剛老師也有提到的 就是在這個第三代高頻寬記憶體概念股 包括像是旺宏、華邦堅、艾輔等等 這些股價表現都很不錯 老師又怎麼觀察 其實在2337的旺宏來看的話 今天看起來確實是還蠻強的 但他高漲其實有點爆大量 然後再來 他今天震盪其實也不算小 確實也不算小 但是整體來看 如果以他的整個格局來看的話 這個地方 確實近期也是有一點打底的一個跡象 我覺得可以注意的位置大概33塊多 但以目前的狀況大概已經來到35塊 35.25 所以這個地方 今天的低點 今天的低點大概落在33.5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 能不能再繼續追價呢 我覺得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是我的話 我稍微先看一下 前波高點大概35.25 如果我們還原全值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這個地方其實離前面的整理區 其實是有一點點距離 有一點點距離 有一點點距離 所以一般的記憶體的個股 其實就經驗上來看 並沒有這麼大的活潑度 所以客觀來講 我會覺得他反而開高 我是比較擔心 所以我不太會建議去追價 但是你說反過頭來 你說像包含3260的威剛 今天等於是一根長紅 又再這樣回到季線之上 那如果基齊來相對比的話 我覺得威剛可能基齊相對稍微低一點 不過當然題材 聽起來好像是旺宏的題材是不錯的 但是OK 因為很多人也在講說 這個東西到底什麼時候會真的實務上去做一個應用 這個地方 我講實在話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這種狀況的話 如果以技術面的操作 我就會比較不建議追價 如果真的想要買的話 也許我覺得拉回到33塊附近 適時的再做一個進場成接的動作 可能會相對安全一點 這部分是記憶體的族群給大家的一個看法